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我们说到 福西画了八卦 而这八个卦就是真正的易经 那么卦又是什么意思呢 卦通这个卦 就是卦在那里明明白白诚信的意思 天地自然种种性向 清楚明白的诚信 用图案的方式把它们描绘下来 这个图案就是卦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画像 所以卦就是像的意思 我们传统文化中有一枚学问叫像素 并是来源于卦 所以平常我们所说的双卦 也并没有什么神奇的 只不过呢 有的人的精神比较容易专注 所以受外界事物的干扰比较少 从而更容易了解他人的恐惧或者期待 更加透彻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已 所以传说中的半星也并不神 如此而已 我们再来看一下福西 所画的这八个卦象 首先呢是天地这对营养关系 天地呢好比是一对夫妻 通过不断的交汇 就在天地之间呢 产生了风雷 也就是生出了长子雷 长女风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天地这对父母 在长子长女 也就是风雷的帮助之下 又孕育了中男水 中女火 以及是水火 在天地风雷水火的作用下 最后呢形成了三者 以及是少男少女出生的 这样呢父母加上六个孩子 一家八口就群奇了 所以呢风雷水火山折 这六个呢是天地 这对父母的孩子 长姐是风 长兄呢叫雷 二姐是火 二哥是水 小弟是山 小妹是折 风与雷火相互作用 形成了地上的高山湖泊 而后呢衍生了万物 从此呢天地之间 可以生生不息 你看福西的八卦 是多么的精妙 对人说记不住 这八个卦象的位置 其实呢很简单 首先呢是晴昆 以及是天地这对父母 一上一下很好记 接下来呢是顺时针排位 母亲旁边呢是长男 也就是大哥雷震 顺时针在父亲旁边的呢 是大姐 顺风 长兄过后呢是二姐 妮火 最后呢是小妹 对折 父亲这边呢 长姐过后是二哥 抗水 最后呢是小弟 梗山 也就是说 父亲这边呢 数过来是长姐 带着二弟 小弟 母亲这边数过去呢 是大哥 带着二妹 妖妹 所以呢这个排位 就一目了然了 至于说你记不住 这些卦都是怎么画的 这个呢也不要紧 我们呢只要记住 这天地之间 有风雷水火山泽 这六种基本的自然现象就行了 这六种自然现象呢 在天地的引领之下 相互作用清并万化 然后呢呈现出了这四街妄想